那我今天的题目呢是 多杰雄灯互助 被拐八小时幼童平安番 ok 好那我今天呢 其实要讲这个 这个故事呢 其实它是在 2015年10月间 那它是在雪兰儿州 发生的 那我记得那一天呢 其实是一个下午 那我们起源堂的志工呢 早上就忙了一轮 所以呢就是 下午呢其实基本上那一天呢 其实算是比较清闲的 那大家就比较悠闲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就大家吃午餐呢 那就说可以休息一下 难得就是偷得半日闲嘛 所以大家都可以休息一下 那就在就是刚刚好吃午 吃完午餐呢 那我的同事啊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他电话里头啊 他有个朋友 就是打电话给他就很着急的 那他朋友跟他说啊就是 就是他的朋友的同事的孩子 被人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人家拐走了 被人家拐走了 那就这个是强行拐走 所以他的这个朋友呢就很紧张 是担心这孩子到底就是 因为到现在哦 就是从早上九点 到现在呢 其实行踪还是找不到 那就希望呢 就是父母亲呢 他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就很心急 然后非常的急急 好像真的是热窝里的 那个蚂蚁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办 好 那就到处去找人 到处打电话 到处打电话去找人 那孩子的爸爸妈妈真的是很焦急 那就将孩子就是 自己孩子啊就是被拐的 那个就被人强行拐贷的 那个信息呢 就发到每一个就是朋友圈去 然后面书上呢 就希望能透过各方面的力量 能够尽快把自己的孩子找回来 所以那天呢 其实就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十传百 一传十 十传百 那整个网络的那个力量呢 听说那天因为我们也很忙 所以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个消息 那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就是传得很广 那后来我们就是 我的同事说 其实他有在网上看到这一则消息 不过因为只是 就是没有去特别看 因为早上的那段时间大家很忙 所以就看了就带过去 那原来其实被拐贷的呢 其实是一个五岁的小男生 然后他是在摆天 就是在妈妈 就是他妈妈就是每一个就是 早上就是一样嘛 就是带着孩子 就像平常一样子 带着孩子去上课 那上课的时候呢 那一天呢就是上课的时候呢 他就是刚刚好就是下车 那在下车的时候呢 就这么巧就有一个就是有一辆车 就是一辆国产车 从他的身边就是 就是擦身而过 然后那那国产车呢就停在路旁 那他就 其中一位呢就是其中一位呢就是 一个是男就是男子来的 就是他妈妈所形容的就是他是一个男子 嗯 然后就长的是蛮斯文的啦 就是一个二三十岁的一个男人 然后下车问路 那他这个妈妈又非常的好心 很热心 然后就看他就是人家问路了嘛 就告诉他说哦 呃那个地方在哪里也没有怀疑他 真的就是没有怀疑他这个不看他 因为看他样子不觉得他像是个坏人 因为他的长相啊 就是呃 长得就是很和善的 讲话呢也很斯文 所以就很热心啊 他妈妈就很热心就帮他 就是指路给他 就是哦跟那个人说哦 哪里你要走哪里 你在哪里 然后就呃 然后对方呢也就 就是问得很详细 问的就是好 就是问一再二再问好几个问题 那他这个孩子的妈妈呢 也就很热心的帮他去回答 所以完全没有怀疑说 对方的动机 完全没有怀疑 那就在车上的就是 呃车上的另外一个等着的人呢 不久也下车了 就加入他们那一 就加入他们的话题 就在他这个母亲啊 做母亲的时候 匕首画脚的时候呢 就跟他们说 你要走哪一条方向啊 走哪哪哪个方向的时候呢 然后解释得很透露的时候呢 就站在他前面的那个问路的那个男子 忽然之间走前一步 就把那个孩子就是 把那个就是他的儿子 就是那个小小男生 这个五岁的小男生 然后一把就是抓的 就是爆一爆就爆走了 这个是动作是非常快的 就非常快 而且他的动作是非常熟练的 他一爆就是爆中了 就是就把赶快就 快不跑掉了 那他妈妈呢 还来不及反应 还来不及反应 他的孩子已经是在这个 坏人的怀抱中了 然后还好他妈妈本身 就是人家做妈妈的嘛 就是他的本性 就是本性啊 就是很强的 就是本人的就是 就是马上反过来 就是去抓 去扯他的 就是扯他的那个那个 就是把他孩子 抱走的那个男子 可是 就想要把孩子抢回来 可是对方的那个力度很大 因为他长得蛮高的 就是力度很大 就把他一推 然后扯一推 这样子 整个人就是掉在地上 然后他妈妈就整个人跌在地上 然后左脚受伤 那当他在要再爬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车已经走掉了 所以因为这个是 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 发生太快了 所以没有 这周围的人根本没有 没有去注意到这个事情发生 当大家回过神来呢 当他这个妈妈解释的时候 说他的妈妈就在那边大喊 大喊就说 救命啊救命啊 我的孩子被抢了 请大家帮忙 可是已经太迟了 因为那辆车已经是看不到了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事情 这样子发生 所以看起来是真的是好像很戏剧化 真的是很戏剧化 他妈妈就做妈妈的就是非常的 其实他也顾不到自己 就是脚受伤 他顾不到他自己脚受伤 但是他被惊吓到 其实他魂魄都还没有定下来 他就马上打电话给 就是工作的丈夫 那就是我这个 就是同事的朋友 就马上打电话给他 那个做丈夫的接到他太太的电话呢 他也没有办法去相信说 这样光天化之下在这个幼儿园门口前面 又有这些保安在那边 竟然有人这样子就是强行把他的孩子抢走 然后拐上车 竟然没有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有点就是真的是慌了 就是这个两个人都是真的慌了 可是因为太太打电话来就一边哭一边一边跟他 跟他就是讲他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而且那个地方是其实是被就是小孩被就是被拐带的地方的其实是很热闹的是人来人往的 然后听说就是后街啊其实是一个把杀来的 所以是其实是有很多的那个人潮一直在走动的 你想像下这个就是这个拐带的这个歹徒是多么的那个胆大宝天了 他完全就是不是你就是完全就是不当你一回事 所以他是应该是那种就是干案哦就是非常熟练的一个人来的 OK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孩子就不见了 冷静了之后呢这个做爸爸的话就赶快跟老板就请假 就赶回来跟他的太太会合 然后就想办法要怎么样去找他孩子 那他第一个他们第一个时间肯定就去报警 就是附近的警局去报警 那报警之后呢他们觉得这样子下去就是不可以等 他都不可以再等 所以他知道的就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呢 就是把这个消息发布出去呢 就能够就是找回来的机会就越高 所以他们就把就是这个消息呢就是放到他的朋友圈呢 就是Facebook了就是面书上了就是各个地方 只要他可以放的只要就是有他觉得就是 他没有想太多就是拼命的就是传传传传传出去 就这样子WhatsApp了哪里都传出去 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好像一下子忽然之间呢就是 通天了 这个消息就是一个五岁的小男孩被拐带了 就已经好像一个通天就是 普天盖地的一个很轰动的就是很轰动的消息 所以每个人都在谈论 每个人都在谈论 那还就是这么巧呢 其实这个做爸爸的就是朋友 认识客切啦 也知道我们其实客切啦在干什么的 就是做什么的 所以呢 他听到了这个坏消息 他在想做完了该做的东西 还有样东西 他觉得他可能可以帮得到他 他就想到起研堂可以做一个法会给他 那他就马上跟我这个朋友就是就是我这个同事啊 就是我这个同事啊 这个我就是联络 他说哎 你们可以就是赶快帮我们就是做一个 就是做一个法会吗 那我这个同事的了解的状况呢 就是也经过了他爸爸妈妈的同意 那我们就就是 其实一般上呢 其实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呢 虽然这状况是很慌 就是很慌乱的时候呢 很紧急的时候呢 可是我们都是在收集资料方面呢 我们都会很小心 那我们跟就是就是跟家属 就是跟他的爸爸妈妈 这个就是被拐带的孩子的爸爸妈妈 沟通了之后呢 就是妈妈爸爸其实都很紧张 其实都真的是讲不出话来 所以都通过他的这个朋友 跟我们沟通比较多 那他就给了我们就是这个小孩的那个照片 然后就是他的就是全名 那拐带的一些就是 就是细节他的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 这个其实是仁波切以前就是常常教我们的 说不管在怎么样慌乱 或者是在怎么样恶劣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其实一定要保持冷静 那尤其是你当做这种紧急法会的时候呢 那你一定要收集 越详尽的资料 就是越准确的资料呢 当你在做法会的时候呢 那个效率就会更加的 就是你可以很看到就是更明显 就是更加显兔的那个效果 所以我们在就是帮跟他们就是沟通 然后收集资料了也花了大概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 那我们就收集了齐全的所有的资料 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 开始准备法会了 那我记得其实从他就是小孩在 早上的时候就是大概9点多 就被拐走了 就被就是在大就是幼儿园前面就被拐走了 那因为在之前因为他们太乱了 也没有就是他的朋友也是在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这个朋友的孩子被人家就是强行拐走 所以他才就是我们知道消息的时候呢 就是大概是早就是下午的大概2点 所以我们开始法会的时候呢就是2点半 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法会 那准备了所有的东西就开始在进行法会 那大概是法会做完了大概是一个小时 我们就把法会做完了 那我们也做就是金酒供养 就是就帮他体验 希望呢就是这个小孩啊 因为小孩是很无辜嘛 就希望体验说那小孩能够就是可以赶快回来 回到他妈妈的身边 那我们就是所有的资料呢 因为他父母亲的情绪太过就是太过焦虑 然后很不稳定 那我们都是通过就是我们这位朋友 就是当做是我们的中间 就是中间人了 然后就交代所有的东西 所以整个感觉就是真是很紧张 那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呢 每一个就是我们其实那天呢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 就是凑够了八个人 然后我们就赶快就做一场就是大型的 多角熊灯法会 然后祈求这个小孩就是平安的回到他的 就是父母亲的身边 那后来呢我记得我们就是做完了 就是大概是四点左右 那我们大概是四点半 那我们就接到就是我这个同事 又再接到我这个他的朋友的这个电话 那他这个朋友告诉他说 他说他找到了这个小孩子了 那个小孩子被就是已经找到了 已经发现他在哪里了 原来那个小孩就是可能就是那两个 就是那两个歹徒啊 就是因为看到就是所有的那个就是 就是网记网络就放了很多 这个关于这个小孩被拐带的消息 可能就害怕然后就把他丢在就是 就是马路中间 这么巧呢就是有就是一位得事司机 就有就是经过那边就看到一个小孩 就是小孩那个小人儿 然后傻傻的呆呆的站在那边 就还背着那个还穿着那个就是幼儿园的校服 然后还有呢背着那个他的小小的包包 那小孩就呆呆这样子 然后也不也不太讲话 而就静静的这样子 然后当这个呃 司机叔叔走下就是走下得事的时候呢 问他呃 你家坐哪里啊 你为什么一个人会在这一边啊 就是大马路啊 就是大马路就是没有人的 怎么忽然跑出一个小孩子这样子 所以那个司机就觉得有点奇怪 那他忽然就呃 灵光一闪就会想到 诶今天早上好像呃 他们的就是呃 司机同行啊 有谈到就是说有个小孩啊 就是早上的时候被拐带 那他就赶快就是打开自己的那个面书啊 就打开自己的面书 看一看 诶这小孩跟那个照片的很像 样子很像 那他就看到呃 就是面书院里面的话 他一留下就是这个父母亲的电话 他就马上打电话去给这个父母说 诶这个小孩啊 那个形状 然后拍了 不是他的样子 不是他的样子 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给他的父母看 那父母看到了的时候整个人就 哇 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 这个就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你在哪里找到 他说哦 他就跟这个父母亲说 你们不要不要 就是呃 不要紧张我一定会把孩子送回去给你 一定会平安的送回给你 那你们给我你们的地址 那这父母呢就非常非常的高兴 没有想到 诶就这样子找到孩子了 然后就马上呃 就把地址交给他 就是交给这个 因为你只有一个线索 你也没有办法 你就必须要相信他 所以 那 那时机呢就 他离开就是从他找到这个小 这个小 小男生 到去到他的家呢 大概是 差不多一个小时半的路程 那回 这个小孩回到他的家 就是安全回到他的家 大概是五点到五点半到六点之间 所以终于就是 安全抵达 他的父母亲高兴到不得了 那警方也就是来 来他的那个家里 就 就是看一看 就是跟他就是 跟他们录一些 就是 震荡的一些口供样子 所以 那小孩就 就这样子找到回来了 其实 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说 就是一场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多角凶灯法会呢 竟然就 无端的孩子就出现了 那 他在那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这个小孩已经是四中八个小时 那警方呢 其实已经是 就是 派出了很多很多巡逻车 就出去外面 寻找 其实就是一直找不到 所以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父母亲 为什么这么担心 一直就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孩子就是找不到 那 通过各种各种管道就是 找出那个小孩 而且他还记得说 那辆就是 把他孩子 就是拐走的那辆车 就是 其实是一辆国产车 然后是黑色的 然后还 就是他说 他不记得完全整个就是 那个车牌 但是他大概记得几个字 可是就是找不到类似的 那个就是 就是 那辆车可以 就是有载着人的 就是载着一个小孩子的 可是 法会一过后呢 才半个小时不到呢 小孩就无端端就 被一个就是 德士司机找到了 就是创到了 所以其实这个是 真的是 他的父母真的是真的是 觉得 哇 他孩子 失踪了八个小时 失而复得 那种那种开心 那种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 形容那种感觉 真的是 让他们觉得 哇 那个真的是 讲不出话来 那真是抱头痛哭 真是抱头痛哭 那他们也非常非常谢谢 这个好心的司机 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那最后呢 就是真的是 圆满的就是 两个 就是真的是 太太棒了 一个一个 一个 其实这个故事是很简短的 然后真的是一个很大 就是一个很 很 很圆满的那个大团圆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 呃 这个呢 有时候 就是 就是仁波切其实 呃 当我们在 呃 客切啦 就是做法人事业的时候呢 那有时候你真的是 遇到的事情哦 比你拍戏还刺激 那你如果你的心脏哦 不够强大的话 少一分能耐哦 其实你都可能承受不了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仁波切真的是很 很棒 就是留下了就是一个 就是这样棒的 呃 就是 复法直修 那让每一个人呢 在需要的时候 最紧急的时候呢 就是真的是 没有办法去找到任何 呃 解决方案的时候呢 你就请他帮忙的时候 竟然就是 奇迹就是这样子出现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小孩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幸运 他可以就是 在 四中八个小时 你怎么真是 天罗地网就是 啊 该就是真的是 哪里都是寻片的 就是找不到他 那偏偏就是 他这一个就是 这个呃 素素啊 这个这个素素呢 就忽然想到克切拉 那请克切拉 就是帮忙 就这样子 他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哇这个 这个是这个故事 非常的简短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很棒 所以我觉得其实 呃 多觉熊登 不只是可以帮你 就是平常就是 就是发生一些 就是小小的状况啦 比如说钱财的问题啦 或者是 呃 健康的问题啦 其实他在这个 紧急需要的时候呢 如果你真的是 很诚心 祈求他的话呢 那 他给你的那个就是 就是给你的那个成果呢 是 常常会出乎你意料之外 常常真的是 会出乎你意料之外 我就是觉得 这个这个 这个故事呢 其实这么多年 还可以记得呢 是因为 他真的是很 是好像港剧这样子 就是你看看 常常看到那种港剧 你常常看到 就是小孩子被拐带啦 之类之类的 这就真的是 发生在我们的 就是 现实生活上 所以我是觉得 哇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要跟大家分享的 OK 真的是副法师 真的是可以帮你很多东西 包括这个 就是小孩失踪 其实我相信做父母的 如果你的孩子 忽然之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拐带呢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种 撕心裂肺的那种感觉是 不是旁人可以形容的来的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他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可怕的经历呢 对小孩的身心呢 其实是需要很大的 一段时间来修复 所以后来呢 其实 这个 就是家属呢 也就是拒绝就是 所有的报章去访问他的孩子 因为他孩子毕竟才五岁 那对他孩子来说呢 我觉得那一天的发生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记来的 就是 对他来讲可能是 一生一生都难以磨灭的一个因缘 所以 之后 其实我们就没有再去跟这个小孩有太多的联系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保持他的吸引是很重要的 那我最主要呢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有时候呢 多杰雄等呢 其实是真的是很好 那我记得 啊 除了这个呢 失而复得这个呢 除了是人之外呢 那我也常常就是 接到一些朋友啊 比如说他的狗啦 忽然就是 跑掉啦 跑不见啦 或者是 走私啦 那总会就是 叫我们 可以帮我做一场法会吗 那我有一位就是佛友啊 就是 去年啊 就是做了两次 就是多杰雄等了 就是因为他的一只 很坏蛋的狗狗 跑掉了 我就很喜欢他说 这个狗狗啊 就是这么坏蛋 他领养回来 已经是第三次了 就是第三次跑掉了 就是忽然就是走私了 那找他找他找他 就是找不到他 就是搞得这 每一个人就很紧张 所以后来呢 他就是觉得 哎呀不行了 赶快去找我们 帮他做一场多杰雄等法会 那就做了多杰雄等法会之后呢 哎很奇怪的 第二天狗狗就找到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其实 这多杰雄等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很 一个很神秘很强大的力量 真的是可以帮你就是 找回你失去的东西 那我还有一些就是 同事 其实更 就是有一些就是 就是很 我们所说的就是 有时候就是 很 冒失鬼啊 常常就会不见这些文件啊 不见这个啊 不见那个 那我记得有一个在好几年前 我有一个就是 也是佛友 那他就忽然就是 不知道怎么样啊 就 遗失了他家里啊 就是家族的一个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 就是一个资产的 那个很重要的文件 那当他的姐妹们 就是 催他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起 到底那个文件放在哪里 或者是完全不去了哪里 那他就没有办法了 之下呢 就是他就只好偷偷 然后叫我们帮他做一场就是 Dorget Shunton法会 结果真的是很奇怪的 东西就这样子发生 那不到一个一个礼拜之后呢 他的那个文件 忽然之间就出现了 所以他自己也是 吓得一跳 他说哎呦 花钱当宅 要不然我就被我的家人 砍死了 他说真的是被 被他们就是骂死了 那那个文件是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这个Dorget Shunton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那我也 就是我告诉大家 但是也不要 就是 常常当冒失鬼吧 就是不见这个不见那个 那你求Dorget Shunton 那Dorget Shunton很忙啊 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 就是尽量还是要小心为妙哈 OK 那比如说这个小小男生呢 真的是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 很很 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外来的 妈妈的好心 竟然造就了 坏人的一个坏心眼 所以我觉得其实 带小孩的哈真的是 不要以为是说这些事情 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那我们常常看面说啊 就小孩被拐呆 你一定要记得哈 怎么样来说呢 其实还是要小心 你不防 就是 我们怎么样 就是我们没有害人之心 但是我们要有防人之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 哇 拜托啦 Mr.C 你真的是很厉害啊 你现在才知道啊 你现在才知道 Dorget Shunton 是这么的powerful 对啊对啊 其实这个是几年前 刚刚发生的事情来的 其实 如果是住在那一代的人 肯定是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对 他是在真的是在我们做完 一个小 就是法会做完了 就是2点 我记得 我们2点半开始法会 那做到大概是4点 那我们的同事那时候 就是我们几个那个就是 法会成员还在那边收拾东西 那我的同事就收到电话 那我还记得就是大家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呢 听到这个消息 哇大家好像 好像就是 过年这样子 哇那每一个人在那边喊啊 就是开心到就是真的是 每一个人跳起来 所以没有想到就是 竟然一场法会呢 竟然把这个小孩真的是救了回来 其实我们也很担心 那小孩到底会不会 就是遇到不测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跟他的父母亲一样的开心 虽然我们之后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孩子 但是他父母亲有打电话来 就是一直的跟我们道谢 就是跟我去道谢 就是跟克切拉道谢 跟所有的人道谢 我觉得他真的是太开心了 我觉得真的是太开心了 对啊对啊有有有印象 但是大家都不要泄出来 因为我们是为了要保护这个小孩 真的不要泄出来 你知道就好了 因为真的是 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小孩的那个就是安全 那我们也不想他这么多年 之后又再重新再想回来 那一个就是让他很难过的那个八个小时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轰动的 很轰动一时的那个拐带的那个事件来的 所以任波切留给我们的每一样东西 就是每一个持修法 不管是任何一样东西 硬体的或者是软体的 甚至是教诲呢 其实都对我们来说呢 之后呢其实到现在为止 都是意义非常的深重 而且每一样东西呢都是可以利益好多好多的众生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感恩真的是 从内就是从内心里面我非常的感恩 任波切其实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么样子的一位就是 就是完美的上司呢其实是真的是很难的 那任波切呢其实给我一个怎么样 就是在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呢 他给我一个怎么样的就是顺念呢 我记得我刚刚进克切拉的时候呢 那任波切常就是 常常就是逼我这个人呢 就是做东西要很独立 就是说你当下呢要做一个决定 要做什么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马上就是当下做一个决定 然后永远不要把就是坏的那个就是不好的 就是恶劣的那个局面呢 当做就是永远就是恶劣的 要把一个就是恶劣的局面呢 转变成就是好的局面 任波切常常就是跟我说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危机就是转机 其实任波切教会我说 很多时候当你遇到一个很紧急的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坏事 那可能就是这个 可能就是你因为这样子 你帮了这个人之后呢 然后这个人得到了佛法 或者是他身边的人得到了佛法 然后或者是因为这样子呢 然后多杰雄等的就是复法呢 他的这个传承这个力量呢 让大家就是验证在每一个人的就是眼里 所以任波切说呢 一定要就是有很正面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因为任波切这样子的一个教导 让我就是每一次看到危机的时候呢 比如说好像这个疫情呢 我觉得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危机 对我们来说呢 其实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很大很正面的一个转机 所以我这个呢 其实是从任波切身上学到的 而且我觉得 学了之后呢 你整个人的那个价值观都改变了 那就比如说 在帮助这个小孩的时候呢 那我们都很紧张 那我们可能就会 如果是之前呢 我可能就会很复复 哎呀怎么可能会找到人海茫茫 你怎么可能会找到这个小孩子呢 可是在我们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我们完全就没有一个负面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多谢兄弟一定可以帮忙的 任波切一定可以帮忙的 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去做完整个法会 然后我们就静待其管 结果 因为就是那一份坚持 那一份正念 然后那一份对上司 跟就是复法的信任 然后奇迹只能是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 不管你在遇到怎么样的 恶劣的就是环境之下呢 你一定要正面正念 对上司对复法 一定要有正念跟正面的 就是那一种就是想法 或者是思维往前走 这个呢 才是不辜负了 伦伦伦伦给予我们 这么多宝贵的东西 OK好 那我很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